大家好,各位同學,上次我講完一次 如何在斜面上去刷力,哪裏浪費,哪裏浪費 今天就用一條題目,跟大家做一個review 在這題目中,我們只做A1部分,即是Acceleration 我講一講一點題目,就是把斜面變成一個rough surface 即是有friction 同樣,跟之前一樣,基本上做出所有力的題目 第一步,一定是劃力 好,很簡單,這個力 我們就知道這個有個25N,因為2.5kg,有weight 然後我們就知道3.5kg有個向下的35N的weight 但上次都講過,如果我們對斜面來說 我們回到去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對於斜面來說,其實這個,在中間這個角度 才是那個pheter來的,對不對? 碰到就是cos,不碰到就是sin 所以,如果拆回去,在斜面方向來說 原來斜面的支力就是35N,30度 好了,到這裏可以繼續想 Tension不用想了,明顯是向這個方向 和這個方向 兩個Tension因為是連一條線的 Tension應該是一樣的,對不對? 那,有問題 那究竟,Friction在哪裏呢? Friction我們好像不太知道是向哪裏的 這個呢,是一個頗難的項目 其實呢,我們要考慮一下 就是System 那,我先把這幅圖畫好一點給大家看 就是呢,我們假設的blog呢 就好像在平面上面 被拉住了 左邊這個3.5kg KG 這個2.5kg,是不是? 好了,然後呢,它分別呢 就是在給兩支力拉的 一支呢,就是向左 35 30度 其實呢,你按回機應該知道 應該是17.5,是不是? 右邊呢,就是25 N 好,那我們現在怎樣決定 Friction的方向,是不是? 如果,我之前教的是Friction方向 第一,先看看有沒有Velocity 兩個開波呢,是不動的 所以是沒有Velocity 第二,就是看它們有沒有Velocity Friction在這個情況下 是用來平衡Velocity 是用來平衡Velocity 所以你看到了 向左的力和向右的力 哪個大一點呢? 那已經是向右的力大一點 所以呢,我們要把這個blog 測試一個System來看 那3.5加2.5 即是一個6kg的blog,是不是? 現在6kg的blog 給一個向右25N 和一個向左11N 的力拉住了,是不是? 那所以,向右的力大一點 那Friction呢,在這一刻 在沒有Velocity的情況下 它是用來平衡Velocity 所以,所以Friction 是會向這裡 好,那現在 因為其實這條題目 原本是沒有預有Friction 那我假設這個Friction Let's say 是一個5N,好嗎?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 可以看到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是有向右的力 就是25N 減回向左的力 35乘30度 即是17.5N 再減回一個Friction 向右,減向左的力 就是那個Net Force 而Net Force 就是F 等於MA 那M就是6 那A 所以,最後 就可以這樣 計算到A是多少 好,那今天呢 就是去到這裡 那,多謝大家收看 Cebie Cebie Ve E E Cebie I